也跟我講話了 可是你看 就是要他哥跟他講話 你剛剛講到尤昌 是 尤昌他現在在傑安特的設計中心 已經做到主管了 尤伯他做成果設計 開得也不錯對不對 就是那為什麼只有這個弟弟這樣呢 所以我們大家都在問這個 如果你們說走不過來就照理說 我覺得我們的想法 也跟他們家庭有一些差異 所以我們現在會關於蔣方自己 會關於那個講 為什麼 因為我就跟你講 這三個小孩就是在國外長大的 對外國人而言 或是對美國人或對加拿大人而言 一個人過了18歲 他就要獨立 他犯了錯 他就要自己獨立 可是我在跟你講 台灣人絕對不會這樣想 台灣人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即使我的病人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當他們精神狀況不好出了問題的時候 所有人都覺得 這是你家裡的人責任 你家裡人要把他教好 要把他帶來看醫生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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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帶外國人 No 18歲以後 不好意思 你自己負責 國外的 國外會不會要求說 這是有文化態度 國外的文化不見得會要求說 一個人成年了 他做不好 還要求他的家庭幫他負責任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這要幫自己講一句話 因為身為一個母親 我們跟蔣有親不認識的大人 看到一個孩子變量 我們都覺得有心痛的感覺 更何況是他10月懷胎的母親 所以你可以想像蔣方自己有多心碎 兒子這個變成這樣子過不去 或者是情緒的這個障礙跟 然後兄弟又不往來 作為一個母親來講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看他有多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去蔣方自己 我覺得要有一點空間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看法 剛才這個潘醫師講這個 非常深得我心 潘醫師講什麼 18歲以後自己負責 蔣有博就是這個態度 今天你被人家聲壓 你在那邊蔣有的沒有的 學校怎麼樣 他還講什麼自己講 蔣有欽先生已經已屆成年 請他自行負責 直呼其名對不對 18歲了 所以這點我是支持蔣有博的 你已經23歲了 你的東西還要我負責 但第二點我要報告一下就是 我剛才已經講了 他出問題的時間是高一 是他哥哥結婚之後兩年 那時候他媽媽有沒有在他18歲以前 給他正常生活環境 江小金講得非常清楚 我在13、14歲之前 就他哥結婚之前 我在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長輩照顧 他在美國到處跑 加拿大美國 他如果在那邊 讓他活滿18歲再回來 可能跟家人不親 但是或許就不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空虛的青春期 他的青春期完全empty 他的媽媽在忙政治 他的哥哥令阻家庭 而他跟學校出現衝突的時候 沒有人幫他 所以對他來講他是 很寂寞很無辜 很需要被關注的 如果 剛才那個梅姐講那一句 如果蔣方志儀 他真的要讓他兒子知道說 他真的關心他 他給了8萬塊的交保金 請律師幫他 他可不可以那一天就去呢 蔣方志儀 我覺得蔣方志儀 真的啦 因為蔣方志儀 我不認識蔣小金 跟我認識蔣方志儀 我都叫他蔣阿姨 我覺得蔣阿姨還是有點愛面子啦 那一天他不去親自幫他交保 把他帶走他就不會跟美卿講那麼多話嘛 第二個 他過了那麼多天 只發了一個書面審明 也不願意講 第三個你就過去跟蔣阿姨好好講 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可是你這又回到了蔣友博的態度就可以 我剛才講的就是 18歲應該要 如果蔣方志儀認為 在他的兒子蔣友卿18歲之前 你把他從美國叫回來之後 你又沒有給他適當的母愛跟關心 那你現在可以彌補一下 他很快就倒回來了 可是你又不願意去地檢署 你也不願意出來面對 你又不願意跟他溝通 那你只除了8萬元他是接近的 如果說 今天我不要不敢說 一定要在很正常的情況下 我說就算還算正常的成長背景下 成長的年輕人 到了18歲以後你要自己負責 我也認同 我也可以用蔣友博這種嚴格的管教方式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在18歲以前 就是有一種 像蔣友卿這樣的成長背景 我們稍微相親鼻息一點點 剛剛我就不用再多訴說 他那個被丟到加州去 然後被叫回來 你媽媽又在忙中常委 然後哥哥 我最愛的哥哥沒做結婚 結婚了之後 然後後來我又發生退學事件等等 如果他這樣成長背景下之後 他出了一點問題的話 所以我才會說 當然梅杰爾講說要給他媽媽一點空間 或者也要給蔣友博一點空間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23 看起來好像是成年人 過了5年沒有錯 但是蔣友博你畢竟比他大了14歲 所以 你還是要蔣友博 對 要給他多一點包 來 我們先休息一聽廣告 廣告完了 我來講 目前 剛剛媽媽跟你說 昨天 新聞放謊話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這個講到最後 你還是覺得有博應該要出來負責 讓我們聽一下菲文姐 但我沒有那麼嚴厲 我只是說給點空間 我聽完以後我來詮釋一下好了 第一個醫師說他很寂寞 交不到朋友 你知道他們家的小孩子很難交朋友 就沒有朋友 因為你在想你自己得是 有一個程度你才能去跟蔣家的人交朋友 他們家的小孩子沒有什麼朋友 我記得那時候蔣友博 他很小啊 都是跟著阿姨們去玩 他沒有同年齡的朋友 那同樣的蔣友博他們也都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他蔣友親 他媽媽在懷他的時候 其實是不快樂的一段時間 舉個例子來說 1988年蔣經國過 1989年的年底 他們就搬到加拿大 因為蔣孝勇跟李登輝其實沒有那麼合 那然後他媽媽到那邊以後 蔣友博說 司機隨父廚子通通沒了 他們家小孩子要做家事 媽媽要做飯 然後規定誰洗碗誰收碗 然後那個時候又懷孕 就懷了這個小鬼 所以你在想 他的那個生活壓力 在那段時間是有的 那另外就是說空虛 你知道這種小孩子就是說 其實他們沒有朋友 可是大人又不管他的話 那就很嚴重 那蔣友梅那個時候 是因為他媽媽一直帶著他 然後到英國去念住宿學校 那蔣經國還特別把住宿家庭 找到台灣來面試 然後讓他去住 我們那時候住英代表還照顧他 每天電話這樣聯絡 三不五時要回來 所以他那個空虛是還有人管他 然後蔣徐來錦就全心放在這個女兒身上 可是方志儀 第一個他就說他也忙他的事業 那時候還有幼稚園 現在幼稚園關了 那就是然後黨部的事情 你知道他這個以前滿活躍的 所以蔣友柏有張照片 不是他跟他媽媽去助選的嗎 這張 這個年在2004年選舉的時候 他媽媽帶著他 他媽媽那時候是中常委 那現在是中央委員 比如說這次選舉好像 提名是提26名 當選是75名算滿前面的 然後沒有時間管他 那大家說沒有時間管 其實他們家的媽媽們 不只方志儀 要管這些姓蔣的小孩是很辛苦的 姓蔣的小孩 為什麼妳要特別分 我一定要講姓蔣的小孩 妳是說姓蔣跟姓方有差 有差 妳知道嗎 他們家就是說姓蔣的 跟那個媳婦們是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 蔣方之一不是把蔣經國的 那個什麼信 弄到那個國外去放 蔣有沒回來告他 他現在還沒有公布蔣經國日記 對 蔣介石的 蔣有沒回來告他 人家說這個省申的事情 你竟然去告 因為省申不信蔣 好不好 你看他們家就是說 任何事情出面 都是蔣家自己出面 這張是什麼 我們念一下好不好 這家是那個蔣方良 蔣方良他過世一週年 那時候有一個追思禮拜 那照理說這些是小輩 那事實上上面還有大的 可是都是蔣家的小孩出面 你看那個蔣有沒 余祖生就是蔣孝章的小孩 要有血緣啦 對對對 就是說這些媽媽們管 我記得那時候蔣有沒 有一次跟他媽媽有意見 然後他媽管不了嗎 就打電話來 拜託你們這些阿姨 來這個講講他 那我還笑他 我說很好笑 他是你女兒 他說你不要忘掉 他姓蔣我姓許 所以你們剛剛講 他媽媽沒有敢 像那個美人那樣分析給他 那個Max聽 這個學校不對 那個你不對什麼之類 我相信他媽媽可能沒有 第一個沒有那個賴心 可能也沒有真的有那個概念 但是有沒有概念 我相信他應該有 因為他搬幼稚園 照理說他應該懂得 怎麼照顧小孩 可是就他的小孩 他是不是可以用 一般小孩的方式來教 所以他那個不只是文化 就成長的那個環境 真的很難 就是說很難想 我覺得從這個事情 我覺得也可以給 所有的很多的家長 因為很多家長的小孩 也都是teenager 對不對 這樣子 就是你 你真的一定在任何時刻 盡量不要背叛你的小孩 再還有一個是面子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那個專門研究兒童的 他專門在研究羞恥 羞辱感跟羞恥心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他的小孩 就有一天 到了那個賣兒童鞋的地方 結果他小孩出來 就那邊手無主導 自己那邊邊邊編鬍亂 他所有的媽媽都這樣看 幹嘛這樣 然後他也很尷尬 OK 這時候一般的 台灣的父母會這樣 把狗啊 你想要歪不動 OK 可是他那個時候 他真的是有5秒鐘可以考慮 我應該怎麼反應 因為真的他自己也覺得 自己小孩這樣很丟臉 你知道嗎 所以不去交保 不去什麼 什麼權貸會 那個是有困難的你知道嗎 好 他那個時候 他決定要支持他的小孩 於是他就說 他就多了一句 他說 這樣就結束 還有一個稻草人類招呢 給他肯定 小孩就把稻草人給我來 用同理心的出發 然後他就一樣把鞋子買好了 其他人覺得 媽媽都這麼支持自己的小孩 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 OK 所以他就演完了 OK 他舉了這個例子就是說 在那一刻 他就我們的羞子心是哪裡來 我們的羞辱感是哪裡來的 這個過程跟親子之間的互動 是給他什麼的支持 所以他多加了一句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就化解了 後來他的女兒後來長大的時候 非常感謝他的媽媽在 因為他自己也很尷尬 他以為很了不起的表演 怎麼全部人這樣看他 他就在等他媽媽反應 他其實在等媽媽救他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那一刻 媽媽啪下去的時候 所以你知道這個多難 如果媽媽說他也很丟人 他就真的丟人了 但媽媽如果那樣子救他 事後再來跟他解釋的話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羞辱感 羞恥感我們必須去用 不同的思考去化解的 我相信天下的媽媽絕大部分 都是愛自己的孩子的 蔣芳自己還是愛自己的孩子 因為他是我的孩子 不過有的時候你要權衡輕重 就是說我常想 如果把對一個黨的愛 時間經歷更多的事情 投注在自己孩子身上 我現在講這個是很簡單 為什麼這樣講呢 剛剛鍾伯講到說 他有一個很要好的女朋友 聽說這幾年來也都感情不錯 照理來講 你在愛情的出口上面 找到了一個宣洩 比如來自於 眷缺的父愛 母愛 照理來講在愛情這邊 是OK的對不對 肯定要知道 親情是永遠沒辦法被羞恨 可是我可以補充一下瑞德 這句話的話 應該還是要拿你共同適用 因為太多政治任務只愛黨 這些男人 沒有 我先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點兩性的這個 我現在先講的這一個部分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仿佛 已經看到了一場悲劇 即將要上演 為什麼 因為看到他的 我看到蔣友清的動作也好 他的任何宣誓也好 他的任何訴求也好 他的越來越強烈 越來越激烈 為什麼 因為平順的是沒有用的 激烈是有用的 我相信他的激烈 並不表示他真的要這樣做 包括法官也不相信他這樣做 所以包含他讓他交保 那麼其實他在呼籲 他並不是 我講坦白的 他的對象看起來是美國學校 事實上他是在跟自己的母親 跟自己的大哥喊話 談別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告訴鍾伯就是說 鍾伯一直覺得很奇怪說 那蔣友伯身為大哥大他那麼多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出來跟他談 你為什麼不這樣好 你怎麼知道沒有 之前你怎麼知道沒有努力過 他們可能談 你怎麼知道沒有努力過 因為包括他的媽媽 包括他的大哥 我相信之前可能發生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事 你會讓一個叔叔 不准你的子女 不准接近你的子女對不對 一定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是我們外人不知道 我講一個 溝通無效 我幾年前因為有一些網路事情要合作 我跟蔣友伯有聊到 就是說約出來在外面的咖啡廳聊聊聊 那我發現他就是 蔣友伯大家都知道很帥 很有魅力 頭腦也很好 可是事實上他就是非常的美式作風 對 他可以跟你講得很要好喔 然後我們講完以後他給我一句話 潘醫師 下次你有超過100萬的案子再來找我嗎 他講得很客氣 就是說他覺得說 我希望是這樣 那也許我跟你談得不錯 一馬歸一馬 對 一馬歸一馬 他是非常會這樣喔 我在想那時候我哪有100萬找他 現在要找他大概有1000萬了 可是這個就是美式作風 他的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你18歲以前也許你還小 我們可以跟你相處 那氣氛不錯那就OK 可是18歲以後 我會尊重你 如果你也跟我有爭執 也覺得說我不想再看到你 他有可能會尊重他 即使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也覺得說你自己要去負責 你自己要去面對 我覺得那是西方的想法 跟東方的想法會有差異的地方 不過他就算西式作風 他們從小那種環境 常常我覺得 其實人生的悲哀是生長在帝王家 我們不能用